圣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他自己修过十六妙观 像水观 冰观 下一次我会教大家落日玄谷观 观太阳 我已经准备好图片了 那这个要练习 举一个例子 落日玄谷观 就是你去哪里呢 去新加坡圣陶沙或海边 太阳西下的时候 这样子 你看着太阳 看着太阳 拿念珠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太阳一定会西下 对不对 假如你修到太阳已经下了 阿弥陀佛在那里 眼睛打开跟闭开的时候 太阳都在的话 那就恭喜你 你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不过这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 你要修的时候 你心得定在那里 太阳它是会变的 它会西阳西下的 那你能够透过佛力加持 然后禅定力的功夫 佛力 法力跟智力 修到太阳都这样不动 而且你闭眼跟睁眼的时候 睡觉到太阳都在你面前 那表示你心得定了 那你绝对可以以此功德回向极乐世界 我举个例子 台湾有一位叫治愈老和尚 往生了 他是三峡七连禁院的一位大德 他是一位军人 然后出家以后病痛非常多 可是他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人才 也往生 他就曾经在他的讲经里面跟讲记里面说 他修过落日玄谷官 他真的到海边去 他读了《光无量寿佛经》就修 这样子 修 他以古人的方法 古人也有这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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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光无量寿佛经》里面讲是有些太阳的结果 观出来是黑色的 表示你业障很重 那你要拜颤 你的业没有颤除 有些会修出来是黄色的 有些是白色的 有些是灰色的 那表示业不同 所以十六妙观是非常殊胜 那善导大师在唐朝的时候 他自己十六妙观是通通都修成的 后来他感觉后来的众生业力比较重 生活的业力 身心都比较烦恼出众 所以要修禅观比较不容易 所以他才提倡持民念佛法门 这是在《光无量寿佛经》说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 注意听 很多人解释这里就说 好 那就不要残观 只念佛 错 假如不要残观 释迦牟尼佛干嘛讲十六妙观啊 不是这样解释的 十六妙观是非常殊胜的 十六妙观帮你修成的时候 你念佛的力量会净虚空 骗法界那么大的 了解吗 不过现在十六妙观的方法很可惜 没有人教了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那我教你的方法呢 是结合了大秤跟金刚秤一起的净土中 所以你要这样练习的话也可以 但是对于经文讲的十六妙观 我觉得你还是要恭敬心 或许留给恒河杀树里面 或许有些众生会跟这里有缘 接下来你说 六祖慧能大师的心地 但无不善 西方弃齿不遥 若怀不善之心 念佛往生难道 好 善恶果报 生三叶所造 如阿弥陀佛接不去的话 那如何了生死呢 这个问题有点深 听好 他说心地法门本身无不善 注意听 无不善不是指 看这里 用镜子给你比喻 镜子本身是很干净的 六祖慧能大师 他是修禅的 禅是讲你的本体 镜子本身没有好跟不好 你看 我现在拿一朵玫瑰花 镜子就出现红色的 看这里 我拿远一点跟靠近一点 玫瑰花都在里面 只是镜子的反射变大跟小而已 对不对 我若拿黄色的花 它就变成黄色的花 看这里 我黄色的拿花 还有没有花 没有 答案对了 我不会说黄色的花拿走了 还有一个花黏在这里 不会 所以讲心地法门本身自己是不是善 也不是恶 因为它超越了善跟恶相对的概念 其实六祖禅经是很深的 知道吗 因为我们凡夫的想法都是什么 有好 有坏 有快乐 有不快乐 有长 有短 有难 就有女 所以我们深深深深的念头都在能锁的二元对立里面 所以我们很难体会到心地法门 他说心地法门无不善 是说善恶的念头都没有 西方去此不厌 西方在哪里啊 就在你的心里 对不起 就是你的心里 现在极乐净土从哪里 我前几天跟你讲 往生的时候极乐净土怎么来 你的心中的自信弥陀现前 外面的阿弥陀佛也现前 两个阿弥陀佛一见面一趟像两道光 你就往生了 净土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来 但注意听 当你讲净土从心来的时候 不能止理费是说 好 那我就不用念阿弥陀佛 不念阿弥陀佛你就去不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理解 那也有人会说 好 我多说几句 六祖慧能大师说西方啊 东方人求生西方 西方人求生哪一方啊 他只要是你破除东西的执着 的确是西方 往生西方 释迦牟尼佛讲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啊 狄陀佛的说佛世界往西走 十万亿个佛国土是极乐净土 好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看这里 假如这个代表西方极乐世界 用沐语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代表我们地球 新加坡 请问新加坡跟西方极乐世界正在中间的界限在哪里 回答我 不回答的今天不要回家 想一想 对 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地球 新加坡 请问你从新加坡这样算算算 西方极乐世界跟这间中间的界限在哪里 在中间吗 这里吗 这里吗 对 你回答了 根本没有界限 知道吗 所以佛法要讲世俗地 圣意地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的确有十万亿佛国土 所以阿弥陀佛他会连灵中间隐愿到你前面来接你 所以老菩萨不用担心 哎呀 十万亿佛土好遥远哦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虽然没有界限 各位眼睛看你的地板 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木板呢 还是黄金为地 对 所以理论上虽讲你的心当下就是净土 可是你证悟不到那样的功德 假如你证悟到的话 挺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全部都是七宝池八功德水的 那师父就赞叹你 你一定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理解上你说心静佛土静 但是这只是理论而已 问题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看这里 又有镜子 你上面有太多的灰尘 你擦都没有擦掉 所以神秀大师才讲 时时情浮事 勿时惹尘埃 理论上你是佛 可是你现在上面有太多的恶业 所以你要灿除业障 你要修福修会 你要很多很多的功德都具足的时候 离命中的时候 你才会莲花化身的 所以理跟事啊 两个都不可以执着 也不要用心地法门去批评 你看六族惠能大师说的 东方人求生西方 西方人求生哪一方啊 假如你遇到六族惠能大师 你怎么回答 请问 东方人求生西方 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求生你心地这一方啊 知道吗 这是我的答案 不一定对 他只是要你破除东西的执着而已 其实东西都是我们概念 由心所显现出来的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好 我再答一个问题就差不多 师父请问如何放下 虚荣 名利 金钱 物质 利益等 这些折磨人的东西 答案是不太容易 举一个例子 你喜欢喝酒 有些佛教徒还没有学活之前喝酒 喝了酒了以后呢 他每天都要喝点酒 对不对 他才高兴 可是呢 当酒啊 他被太太骂了 或家人骂了 而且酒喝太多 是会有肝的病的 那医生检查说 你不可以再喝酒 好 我现在就发心把酒戒掉 戒掉以后呢 看到人家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一 二 三 剪刀石头布 在耍酒拳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动 然后别人呢 喝酒喝完了 你就跑过去呢 你就会把酒 嗯 过瘾一下 对不对 我们叫做PPA 就是文艺文 然后对不对 所以这代表什么 烦恼很容易调服 可是呢 你为什么喜欢酒杯的 这个酒的味道呢 因为它有习气 现在把这个酒 全部倒掉了 那个玻璃瓶里面 还是有酒味的 所以你讲说 屈容名利这些 第一个你要去远离恶缘 第二个 你要降服你的烦恼 但是不要急 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习气 习气叫习惯而养成的一种气质 那是从无量节 无量节呢 一直产生的 那个是很难断的 比较细的烦恼 我觉得要透过诵经 念佛 拜佛 修行 慢慢去降服 第二个问题 师父我家在中国哈尔滨 多数人都信佛 礼佛 拜佛 可是我的父母呢 表示很怀疑 所以没有去信他 而我又声称自己感受到佛的慈悲 还有怜悯众生的大悲心 可是呢 我如何从无 去帮助我母 爸爸妈妈这下半生呢 让他们早日信佛 念佛 拜佛 往生极乐净土呢 这位怜悠 你很慈悲 你很有善根 你很孝顺父母 不过如我前面讲 这急不得的 你可以在佛菩萨面前 带他们忏悔 带他们发愿 希望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常常放光 然后呢 将来你的爸爸妈妈 就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会接受 若他在今生 晚年的时候能接受 会有福报 若不幸的 他今生还没有能够信佛 你也不要难过 你发愿先去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你是大菩萨 成愿再来的时候呢 你有神通跟智慧 你还是可以度你的爸爸妈妈 圆满你的孝心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不断看到他们杀身 比如说蚂蚁啊 昆虫啊 可是我信了佛 曾经劝他们不要杀身 可是他们都不信 我怕说多了反多人 他们呢 毁谤而不相信佛法 那这对我们彼此都不好 我应该怎么做呢 答案就是 你就不要说 因为佛度有缘人 有些众生啊 是这样 你越去抓着他 要叫他来诵经啊 念佛 拜佛 他就是不喜欢 像我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我都会给他结缘 师父都给他DVD 其实有些人 我也知道他不看的 可是他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就会看DVD了 你总是要给菩萨 什么叫菩萨 就是永远不放弃 给众生这个缘 给他DVD 给他学佛的姻缘 你劝他 劝三次就好 我教你 一次告诉他 两次告诉他 三次告诉他 就好了 对不对 第四次就不要讲了 因为讲了有时候 会破坏感情 翻脸的时候 他反而会破口大骂 那你也会很难过 你也会觉得他毁谤三宝 那等到呢 有一天呢 他可能也会抱怨你 哎呀 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呢 有啊 我当初告诉你 你自己不接受啊 对不对 慢慢来 度众生是永远呢 不要放弃 但是要智慧跟耐性的 好 请看幻灯片 观想的时候 先观想呢 你前面就是一尊 阿弥陀佛 出现在虚空当中 好 你先用听的 待会我会讲 我们要观什么 第二个 这个佛呢 由于一尊 变成很多尊 绕一圈 所以今天要教的是 十方佛观 昨天教 阿弥陀佛的总相 就是只有一尊 今天要教你观 你观的阿弥陀佛 除了一尊 在中间之外 旁边有绕一圈 无量 无边的阿弥陀佛 因为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 光中化佛 无数意来接引你 那你注意看 那这一张 编号第二张的图卡呢 佛像呢 小的佛像 是先靠近中间的 这尊佛 接下来 第三张 是往旁边 慢慢慢慢的移动 这是 大乘佛观 接下来 大乘佛观里面呢 有些是观 过去七佛 比如说 这张就是 释迦摩尼佛 下面它有八尊佛 其实是最后一个 释迦摩尼佛 然后呢 前面的第一个 到第七个 是指过去七佛 那释迦摩尼佛的背后 有八大菩萨 那我们站着看到的呢 我们从图片里的右手边呢 白色的是弥勒菩萨 代表慈心三昧 左边黄色的 拿莲花的 代表莲花守观音 悲心三昧 这是早期照相 这是早期 当佛教从印度 传到西藏的探卡 所以我们观佛 其实也可以观 过去七佛 也可以观 过去有无量无边的佛 像这张西藏的探卡 你就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说法的时候呢 它是光中化佛的 所以它背后呢 是彩虹的颜色 所以为什么 劝你说 观佛像的时候 你要观透明 而且是彩虹 是表示没有实体的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再看 定中见十方佛 待会你观的就是这一张 前面有一张阿弥陀佛 然后呢 变成上下左右 就变五尊 然后向右旋转 绕一圈 十尊 再来一圈 十尊 再来一圈 就先观三圈 这样子呢 还是要做十方佛观 事实上这张佛卡 也是我们拜八十八佛 里面的三十五佛观 也就是一个圆圈 这样一圈 一圈 一圈的 然后呢 你可以尽你的心量 观想 重重无尽 乃至于整个新加坡 整个地球 乃至整个呢 法界 都是无量无边的诸佛 你不用去担心 它的细节 你就感觉 它就在你的面前 这样你的心 就会得定 接下来 当你观十方佛观的时候 下一步是 佛观向右旋转 所有的佛像 都融入空性 所以这张呢 照片里面 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佛像 都没有形象的 因为诸佛本身 也是圆起信空的 所以请你观 它是透明 彩虹 或像水晶一般 是透明的 这时候佛放光 加持你 加持你以后呢 然后呢 你自己 也在看前面一张 对不起 佛放光加持你 佛所有都变形象 放光加持你 然后呢 你自己的自信 佛性也显现 所以你就不在地板上 而在虚空当中 这时候 你也有一尊佛 旁边有无量无边的佛 再来下一张 就观想 所有的佛 融入你的一身 你就是自信 阿弥陀佛 坐在虚空里面 这是他的程序 可能对初学人来讲 会觉得 有一点复杂 没关系 那待会 简单的观想呢 就是观想 你坐在 大宝莲花里 那你的面前呢 有 重复一下 一尊阿弥陀佛 然后一刹那之间 敲引擎的时候 就变成 很多很多的阿弥陀佛 由中间 向旁边移动 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观想 所有的佛 就像这棵树一样 这样子安住在那里 叫做十方佛观 四十一页第十九行 请看 庚巴 身或法义 分九 这里讲 身或法义 是指 往生以后 极乐净土 才会得到这圆满的功德 请看 新一 二十八愿 国无不善愿 请看经文 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国中 无不善民 就说 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不好的 任何的名称 也没有不好的概念 他连不好的名字 他都听不到 这叫 我国无不善愿 虽然很短 没关系 连着下面看 新二二十九愿 住镇定剧愿 所有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身我国者 皆同一心 助于定剧 请看幻灯片 把皆同一心 助于定剧 画起来 这两个很重要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一心念佛而去的 好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上一次 在临终阶影院 因为有很多重点 我并没有讲 当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在玄庄大师所翻译的 叫 细念不乱 在 揪摩罗舌大师 我们念到的 阿弥陀经里是讲 一心不乱 那现在有很多人 就会有个问题 师父 那我要念不到一心 可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 以玄庄大师的翻译 还有黄念祖老居士的 注解里面是说 是可以的 最主要你要先念 细念不乱 细念不乱呢 就是把你的心绑在一个地方 像你去看动物园 有猴子 猴子呢 它就会在笼里跳来跳去 你新加坡有时候去公园 去遛狗或遛鸟 你都会把它绑起来 因为你怕它跑掉 同样的 我们的心呢 是很散乱的 会跑来跑去 现在你把它绑在 阿弥陀佛的佛号上 或观想阿弥陀佛的 佛像功德或 眷属功德或是 净土的功德 你的心绑在那里呢 你就不会跑掉 当阿弥陀佛真的放光 照你的那一刹那 的确是一心不乱去的 所以经文讲的是没错 讲信念不乱 是指平时的功夫 当你真的断气的那一刹那 阿弥陀佛有临终皆隐愿 所以你一定是一心不乱 而往生极乐净土的 所以往生极乐净土以后 一心不乱是因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跟佛一样庄严 就是果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接同一心 注于正定句 这里定句是 大称的三昧的意思 待会我有图片给大家看 我先介绍这个经文 接下来再看心山三十愿 乐如漏净愿 那因为他的心都是专一清静的 所以他在行柱坐卧当中 都有大称的圣身的念佛三昧 这叫做注于正定句 这时候呢 永远热闹 永远离开一些烦恼的事物 所以你的心地心得清凉 首说的快乐呢 就像漏净彼丘 漏净彼丘 这里是讲佛的六种神通 漏净通 那彼丘是因为 譬喻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三十二种大丈夫像 前几天讲过 既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所以他就用经文 用漏净彼丘 漏净彼丘就这样 代表一切烦恼呢 都彻底的断除 随时呢 是在于皆同一心 注于定句 再看 心四三十一愿 不贪记深愿 西方极乐世界的 每一个人都是 无量寿 无量光 而且他长的呢 都是大乘菩萨 非常的庄严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相貌很好啊 那你会不会 执着你的身体呢 答案不会 因为你有执着 就会有轮回 所以阿弥陀佛很聪明 就在发疑愿 继续说 假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会动个念头啊 贪着 贪记深者 贪着或计较呢 你的身体比我好 我的身体比他好的话 那你就不成佛 所以 阿弥陀佛他成佛了 所以所有的众生 也不会执着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身体也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是没有实体的 是缘起空性的 好 这四月呢 我找了 尽量找几张图片 给大家看 请看 下面一张 二十九 住镇定剧院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 他是坐着大宝莲花的 提醒你 他的袈裟是红色的 所以这张佛像呢 其实也跟西藏佛教有关 因为西藏的 阿弥陀佛 尾巴梅呢 他是属于莲花布 他是属于红色的 中国的阿弥陀佛 大部分都是金色跟白色 所以他是坐在大宝莲花里 他叫住镇定剧 那他结的首印是 上品上身印 也就是说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随时啊 你是得到大乘念佛三昧的 所以你心都住在镇定剧里面 这就是阿弥陀佛最好的例子 那当然眷属呢 也会得到镇定剧 再看三十愿 乐如漏镜愿 漏是烦恼 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所以事实上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佛身犹如彩虹 透明一般 所以这几天教你观想的时候 不要把佛像 当观成硬邦邦的 是应该是彩虹 是没有实体 是透明的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若把它 观想成为硬邦邦的 比如说木雕的 或石头的 这样子会增长你的执着 虽然你心安住了 可是它会增长你的执着 所以你要观想呢 像彩虹透明一般 或琉璃水晶透明一般 这样子的话 你观佛就会跟空性相应 而真正阿弥陀佛来接你的时候 它真的是透明的 所以我前几天有说过 一个古来大德祖师有写说 当你定中见到阿弥陀佛 你可以继续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 佛一定是没有影子 假如佛有影子的话 这个是幻境 为什么呢 因为佛本身是像 空性一般 彩虹透明一般 所以它是没有影子的 这个也是判断你所见的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个其中方法 为什么 接下来请看 第三十一 因为阿弥陀佛不会执着他的身 因为他不执着他的身 我们凡夫这边的身呢 是用父母的血肉之躯 父亲母血 所以而产生的 所以举个例子 在新加坡 对不对 一天你都要冲凉冲三次 对不对 很臭的 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一天都要冲凉好几次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烦恼所显现的 夜暴身 但是极乐净土呢 它是莲花化身 所以它是你的功德力显现的 所以你不会执着说 哎呀我的身体比别人庄严 不会 每一个人身体都是透明的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所以因为他不执着身体 所以注意听 一个身体就可以变七个 变十个 变重重无尽 所以请看 观灯片 不济 不贪 济深月 所以阿弥陀佛可以光中化佛 无数亿 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当你挣到这样的功德力的时候 你也可以光中化佛 光中化佛 起码要挣到出地欢喜地菩萨以上 才会有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你不要执着 你现前的身 纵使极乐世界 是十方佛国土里面最为殊胜的 但注意听 极乐世界的人 不会骄傲说 你看 我们的阿弥陀佛是十方里面最优秀的 他没有这样的念头 怎么 在《金刚经》里面不是说吗 释迦牟尼佛 赞叹谁是 这个 人中说法第一 须菩提 对不对 他说 他真正正了 阿罗汉果的人不会说 我正了阿罗汉果 对不对 因为呢 正了阿罗汉果的人是无我的 同样的 极乐世界的人 正到阿皮八字的时候 他也没有骄傲的心 他也不会觉得说 其他的国土就不好 极乐世界最好 他没有这样的念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是空性的 所以身体因为不执着 你才能够一个变七个 七个变无量无边 而我们凡夫 为什么不能变化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有执着 从早到晚呢 你刷牙洗脸 你就觉得这个身体是你的 对不对 其实那是战时的 所以不贪记深院 三十一愿是很重要 因为不贪记深院 请看下面一张 阿弥陀佛就可以 光中化佛 无数意 当你赞叹这个阿弥陀佛 赞佛记的时候 就阿弥陀佛由 每一间白毫像光 向右旋转 他就可以光中化佛 无数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心在镇定剧当中 而且他不会执着 自己身的种种功德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请看下面 四十三页 请翻开四十三页 第五行 page 43 line 5 请看新武 三十二 纳罗延伸院 请看经文 我做佛时 凡是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菩萨眷属 善根无量 而且都得到金刚纳罗延伸 有坚固之力 金刚纳罗延伸是指 非常殊胜的护法身 待会我给大家看照片 我先讲经文 先你了解 纳罗延伸 坚固之力 表示你的身 充满了各种智慧 悲心 愿力 光芒 所以它是呢 无量光跟无量寿的结合 这个用名词叫金刚纳罗延伸 因为释迦牟尼佛讲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时候 他必须要以 娑婆世界能够接受的辟域为主 所以这里叫金刚纳罗延伸 接下来三十三 光明会变怨 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 不但西方三圣 所有的人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这个光代表是智慧 所以成就一切智慧 而且获得无边变才 会变才无碍的果报 所以你担心自己没有智慧 担心自己没有口才 若你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当莲花一化身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呢 佛性当中的叫一切种智 你就会现前 很多老菩萨这几天来见我就会说 哎呀师父啊我不试智啊 我就只会念阿弥陀经啊 对不对念阿弥陀佛 我说很好啊 没有关系啊 六子慧能大师也不试智啊 但是他可以开悟啊 对不对 所以开悟跟你读书多跟少不一定 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假如你懂得很多经文 又能够帮助你修行 那当然更好 可是呢你若不懂得文字的话 你也不要气馁 你好好在你的身口夜里上去修持 调伏你的烦恼 那你的智慧现前的时候 你将来还是会成佛的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了一院 三十三院光明会变院 每个人都是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的智慧 而且会的获得无量无边的变才无碍 这里的变才会通达一切的经论的 再来看星期三十四 善谈法药院 在极乐世界的人每天都做什么 就是禅修 听经 听西方三圣讲经 接下来禅修 思维 不然就是经形 不然就是研讨 所以他所做的行住坐卧 都是跟这个法有关系 尤其极乐世界的人 因为听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讲经 所以他们智慧开的时候 每个人变才无碍 都很喜欢谈佛法 所以请看经文 善谈诸法密要 说经行道 可以讲经 说法 经行行道 而讲出来的声音 非常的清净庄严 叫语如终身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所以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发愿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做什么呢 还是继续修行的 每天诵经 听经 念佛 经行 禅修 讨论佛法 然后就入禅定 他那边也不用睡觉 那前几天有说过 莲花一开一合 一开一合 就是一天 那是顺着我们这个世界说的 有一个莲友问了我 我问一个问题 说师父 西方极乐世界一天 这个莲花一开一合 等于娑婆世界多长呢 这个问题问了 一大节 非常久 娑婆世界一大节 佛经理写一节 他没有写小节还是 对不起 他写一节 他特别没有注明大节还小节 不过西方极乐世界一天 跟我们这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他每天呢 昼夜当中 都甚深在禅定当中 那我们这边的众生 从早到晚 做工很辛苦 纵使你很精进 诵经念佛 到晚上了呢 就 小死一番了 对不对 你晚上被人家抬走了之后 你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边呢 有睡眠的障碍 但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血肉之躯 是莲花化身 所以 他没有 这个 睡觉的障碍 老师说 我多年前 读阿弥陀经 跟无量寿经 第一个最吸引我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用睡觉 因为我晚上要做很多功课 要读经 要叫稿 还要出版 寺庙呢 从早上四五点起来 一直坐坐坐 坐到晚上十点 我碰到床就睡着了 连打妄想的时间都没有 那时候我就想 哎呀 要是我不用睡觉的话 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读更多的经 所以当时的我很年轻 真的吸引我去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 是不用睡觉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法当中 请看下面 幻灯片 这是敦煌的壁画 左边是家设尊者 中间是菩萨众 右边就是金刚纳罗延伸 是指护法 那你们会在哪里看到 纳罗延伸呢 佛牙寺 门口有两尊 亨哈二将 就是纳罗延伸 这代表佛的护法 当然他是天上的天众 但是他善根很深厚 所以他相貌呢 非常的威猛 表示呢 是佛门的护法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善根无量 接得金刚纳罗延伸 兼顾之力 这是一种辟喻的意思 所以在敦煌壁画里面 你现在看到的 左边是身文众 阿难尊者 中间是菩萨众 右边是护法众 知道吗 好 再看下面一张 光明会变一变 光明会变怨 这张呢 在新加坡流通 非常的广 这张阿弥陀佛 非常非常庄严 你看他全身是金色的 头呢 背后一定有金色的光芒 佛为什么有金色的光芒呢 因为他的心清净 我们呢 很少看到自己的光芒 因为我们的心很杂然 所以当你心清净的时候 你的身自然就会有能量 它就会放光 那假如你念阿弥陀佛的话 你头顶就有一尊光中化佛 那你整身都会放 阿弥陀佛金色的光 在正果的阿罗汉的圣者 或大乘的菩萨 或天龙八部 看到他会很恭敬你的 所以真正的阿弥陀佛的人 天龙八部 他是很恭敬你的 他也会发愿保护你的 但是呢 若你起了一个称心的话 那光就不见了 所以可见呢 我们的头常常是暗暗的 为什么 我们有太多的贪嗔之烦恼 所以你要努力的训练你自己 好好修持跟念佛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三十四 善谈法要院 看这张壁画 右手边 阿弥陀佛 我也举这个手印 叫做上品说法印 旁边有观音 视制 天人 来供佛 下面呢 左下角就有很多的 天人 就是 三十二项的这个弟子 在听闻佛法 所以佛每一天都为 弟子在讲经说法 当他讲完了以后呢 那观音跟视制 像班长跟副班长一样 他也会研讨 然后呢 让你一起分享佛法 对不对 所以观音视制 就像呢 极乐世界的这个助手 班长跟副班长一样 所以极乐世界 能到那边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文思修 戒定会都在法上 所以极乐世界呢 是可以让你 昼夜精进的 而且永远不会中断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四十四页 请看四十四页 底下三十三行 请看幻灯片 星巴 三十五 一身补处院 请把这一院 做一个记号 page 44 line 33 Lama you can see the English if you can understand ok 然后呢 这一院 请做一个记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看经文 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众生生我果者 注意所有众生就包含 过去已经生的 已当生 今当生 跟未来会往生的 我再讲一遍 包含已经往生极乐 极乐的所有众生 包含今当生 现在会往生 现在会往生是指谁呢 在座每一位 包含我 未来会往生的是说 经过这个法门 无量节 所有释迦牟尼佛的法院 都灭掉的时候 所有的经文呢 都没有人弘扬 这个世界 没有三宝的时候呢 在虚空当中 还有一部经 就是无量寿经 注释一百年 这在无量寿经 后面有写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院 等到一百年呢 度完以后呢 说佛世界 就没有佛法 就进入灭法 一直要等到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菩萨出世 才会有佛法 那当然 在天上跟六道中间呢 佛菩萨还是会有 千百亿化身 去度众生的 所以这一愿很重要 就是说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 生到我极乐世界者呢 究竟就是一定一定 不管你修持的快或慢 你一定会正到 一身补助的位置 什么是一身补助呢 待会在四十五页 我会解释 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 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拔志 那阿皮拔志的话 就是七地跟八地 不动地菩萨 那这里讲 究竟一身补助的话 是指十地菩萨 待会会看 弥勒菩萨就是 一身补助佛 再看三十六愿 新九三十六 教化随意愿 除了他的本愿 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就一直修成佛 修修修修到 最后呢 你上品上身的时候 等到十地菩萨的时候 阿弥陀佛亲自会放光 诸佛菩萨放光 加持你 赞叹你 善哉善哉 然后呢 为你受祭 受祭只有佛可以做 菩萨都不可以 所以阿弥陀佛 亲自为你受祭说 善男子善女人 你将来会成佛 你成佛的时候 叫什么名号 在哪个世界 度多少的众生 你的相法 正法 末法 有多久 阿弥陀佛 我通通会告诉你 所以这时候你 非常的欢喜 因为你知道成佛的名号 举一个例子 在娑佛世界 释迦摩尼佛过去 在无量无间节之前 第一次呢 修 发菩提心 一直修修修修修到 第一个阿森奇节的时候 功德圆满的时候 遇到了燃灯佛 燃灯佛就为他授祭 善男子 对不对 你会在这个娑佛世界 经过无量节以后 你会成佛 成佛叫 释迦摩尼如来 然后呢 你的度的众生 无量无边 对不对 然后有正法 相法 末法 那时候呢 燃灯佛就帮他授祭 然后呢 到了第二尊佛的时候 再经过一个 刚才讲 第一个阿森奇节 从出发心 一直呢 修一个阿森奇节 那时候 佛会为你 授祭 再来呢 当然你修到第二个阿森奇节的时候 你会遇到另外一尊佛 跟你授祭 你的名号一样 到了第三个阿森奇节 修满的时候 你就视线八项德道而成佛 当然有些佛经会写三千 不止三大阿森奇节 有无量阿森奇节 事实上在成佛的时候 时间对他来讲 是空性的 他没有障碍的 但我要讲的重点是 你要遇到佛 亲自为你授祭 所以 若你真的听了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无量受精 非常的欢喜 你发了这个愿说 我这辈子啊 生生世世啊 在轮回当中 我一定要出轮回 我这生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那就恭喜你 将来你会遇到 阿弥陀佛为你授祭 像我就是这样 目前我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对不对 星红狮子是暂时的空性 这辈子用的假名 可是真正成佛的时候 你的名号是非常殊胜的 不过我曾经想过 我成佛的时候 要长什么样子 那我在讲四十八大愿里 我还要鼓励大家 那你发什么愿呢 我曾经想过 我成佛的时候 或许我现代呢 或许会像牵手观世音菩萨 我已经想到 我有两只手要做什么了 第一只手呢 拿摩尼宝 因为我觉得众生真的很苦 像观世音菩萨 像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 我成佛的时候呢 只要众生念我的名号礼拜 我一定会用摩尼宝 满他的愿 但是右边 我会像委托菩萨 拿一个金刚虫 不乖的呢 或是混得很凶的呢 懒惰的 我就动动动动动 所以 拜我的人应该会精进一点吧 这是我成佛的时候 我会在阿弥陀佛面前发的愿 就是一切满众生 试出世界的愿 但是呢 众生若刚强难化调福的时候 应该好好给他一些教训 这样的话 当然也会护持佛法 所以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到一生补出的时候 佛 阿弥陀佛会亲自为你受祭 受祭 只有佛才可以做 连菩萨都不可以 所以这是很殊胜的 感谢大家